下面我们来讲第三个问题 独以以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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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其实闲话刚才说了一下了 这个散文研究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散文的范围太大 小品文 杂文 抒情文 记细文 议论文 书记日记 书信日记 什么都是散文 还有报告文学 邮记等等 所以它太宽泛了 很难找到一个一网打尽的办法 就是只能够集体作家 集体作品来进行分析 不过这几年 学术界也有人试图把散文从细事的角度 从细事的角度来进行分类 那么它就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独以 独白 独次说话 独以 一类是闲话 当然也可能有些是薄不进去 譬如说有些议论文 你很难说 它是独以还是闲话 但大致而言 小品文 艺术类的散文 是可以分为这两大类的 所谓独以 闲话 也可以理解为 是两种创作的方式 姿态 两种话语结构的方式 所以就形成了不同的那种风格 不同的那种韵味 刚才我说的林义堂 主要就是闲话 它的闲式小品 它很多它的写作的姿态 都是聊天的 甚至是演讲式 是对话题 但也是信口信晚 很随意的 很真情的表达 不做作 这类文章 归入闲话一类 比较好理解 那么独以相对闲话而言 主要是内心的表达 是刺激跟刺激的说话 当然它要发表了 发表的是一种内心的 一种偏重于内心的表白 是比较内敛的一种表述方式 大致说的 闲话式的散文 是三十年代散文的一个主导的方式 就是小品文 在三十年代非常兴盛 绝大多数都是闲话式的 这当然前面说来是受到了西方水笔的影响 特别像蒙田 培根 这个英国的散文 影响很大 大家如果有兴趣 看多一点西方的散文 那个很有意思的 像蒙田的散文等等 很好 这些水笔 它跟中国三十年代的小品文有很大的关系 年来的北京外国语学院 年来的北京外国语学院 有一个教授叫做王佐良 他写过一本英国散文史 这样一个专著 这个写得很好 不是高头讲章似的 分析国内作家各种风格 这个很好 可以从中了解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了解 这个英国散文的情况 因为它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影响很大 三十年代的散文除了受外国的影响 刚才也说了 受到也有传统的影响 主要是明代小品 像公安派的小品 现在大家 这个以后 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看一看 像明朝的公安派 读书信林不及格套 就是要抒发过人的情怀 读书信林 有过性的表达 不及格套 没有一定的装法 他们有些散文是写得非常好的 这个对三十年代的小品文影响也很大 特别是对闲话题影响很大 读乙相比较闲话题来说可能少一些 但成果也是相当可观 下面我们要讲到何其方 就是这一路散文的一个代表 所以读乙和闲话是两路散文 是很粗略的一个划分 不过提示大家 就是说以后我们读散文的时候 应该稍微关注一下他的细数角度 他的话语方式 就是说他是内敛的还是扩张的 是随意交流的还是以个人为核心来抒发的 像刚才林义堂就是闲话史 就是交流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独乙派 独乙这一派的代表性的作家 就是何其方 所以下面刚才讲的三十年代小品文 艺术类散文可以分为两个大的类型 从细数话语的角度可以独乙和闲话 那么下面就是何其方 就是独乙派独乙这一派 这些散文里边的一个代表的作家 就讲第四个问题 何其方的画梦集 何其方的画梦集 三十年代的散文家很多了 刚才说的林义堂 朱作人 当然鲁信前期也是三十年代的 还有像梁义春 六重群 李广田 丽尼 陆黎 丰之凯 吴博霄 李建吴等等 加上很多小说家 这个也是写散文 现在这类散文是可以和前面说的 闲事类的散文是要比美的 不过这两者的读者群不太一样 闲事类的散文可能比较多的是市民 跟一般的读者 包括知识分子读 那么读读的很多是年轻人读 比较能够赢得青少年的芳心 所以何其方 何其方的画梦录 就是在这条路上留下他的永远美丽的影子 我们介绍一下何其方 他是四川人 北京大学的哲学系毕业的 从哲学出身的一个诗人 最初他也是新业派的诗人 他作品都是比较雕着 比较唯美 1933年前后 小品文最热闹的时候 何其方就受到影响 就开始转向写散文了 他本来是诗人 由诗人转为写散文的散文家 他的散文的影响 现在看来要比他的诗影响要大一些 他的第一个集子就叫做画梦录 这个画梦录一出版就受到文坛的注意 曾经在1936年获得天津大公报的文艺付宽奖 以前的奖项很少 所以这个画这个奖是很有艺术含量的 非常引人注目的 不像现在各种各样的奖 遍地都市 你得了奖也不太引起大家的注意 当时获得大公报文艺付宽奖 是很少的一些作家 顺便提一下何其方的诗歌唱作 这个上次我们讲的三十年代的诗歌 这个诗歌唱作 他也是很有名的 譬如说他的有诗集燕尼集 燕尼集 还有李广田 汴之林 出过一个河集叫汉岩集 就北京大学当时在城里 有个汉花岩叫汉岩集 另外还有叶歌 樊香杂记 刻意集 这就是特别是樊香杂记 散文了 是吧 何其方后来到延安期了 他的诗歌散文的创作风格是变化的 就由抒情过人化变为很现实 那么解放以后他很创作的 但同时就研究《红楼梦》 他担任过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 一搞研究《红楼梦》 成作 那么何其方的散文 刚才说了读语的代表 这个派不是个流派 是说他的话语方式跟显示派不太一样 是另外一种方式 何其方有篇文章 标题就叫做读语 这书在《幻梦录》里边 所以我这里念给大家听听 那么也可以用它来了解 它和它代表的读语派 创作的一种艺术的追求 这个文字都是非常的文的 大家看看 读语 温柔的读语 悲哀的读语 或者狂暴的读语 黑色的门紧闭着 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 一个永远早行的灵魂死在门外 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 没有窗户 而可爱的灵魂都是最强的读语指 这个文章就跟诗一样 散文诗似的 这个作品一段一段的 它的好像逻辑性不强 但里边就是说 要倾诉内心的体验感觉联想 就是一种寂寞一种伤感 所以是很内敛的一种文风 就是和自己说话 这是一种典型的读语 前面说了读语是一种细事方式 特点是比较内敛封闭 有一个比较文的词叫自我指涉 自我指涉 它倾诉的对象就是刺激 所以写读语的闪文 一般是不太考虑 怎么跟理想读者去交流的 这和那个闪话 这个闪文不太一样 它注重的是自我抒发 自我的表白 就是说把那种孤独 把内心的那种荒凉感 是吧 用这个独白的形式表达出来 就是说非常注重写自己的体验 那么这就有点就走向诗歌了 是吧 就带有一种幻美的色彩 这是独语 独语的特点 它也是何其方 散文的一个特点 在《华梦录》这本书里边 有何其方 1933年到1935年的作品 一共17篇散文 这些散文都带有一种实验性 当时它在文体上 是进行一种实验 一种美文的实验 它想证明散文的创作 也是一个很独立的一种工作 很独立的一个工作 所以它要寻找这个散文的独立的东西 独立在哪里呢 要强调散文的独立性是在哪里呢 是吧 要寻找 那么何其方的散文呢 可以说是独自一个了 是一个诗人的散文 所以这类独语散文呢 当时拥有相当多的读者 主要是年轻人 所以一般中老年人呢 就不太看何其方这类散文了 是吧 他们可能去看那个诸作人 看林毅堂 看梁世秋啊 所以何其方是输以年轻人的 这个年轻人呢 很不孝 冰心那些读者 这个冰心的读者 当然也是年轻人 那一般更小一些 十五六岁也是 是吧 这个这样的青年 可能稍微大点吧 何其方的读者吧 十八九岁上大学 是吧 这时候啊 正是这些人生命展开的季节 十八九岁 二十岁左右 是吧 是美丽和忧愁的季节 所以青春嘛 因为历练比较少 就好像花刚开放啊 是难免有时候有忧伤 有孤独 他们渴望呢 进入这个世界 渴望跟外界沟通 但是又有很多理想 很多愿望难以实现 就是常常有一种无名的 一种郁闷 一种烦恼 所以青春的世界是美丽的 是美好的 但也可能是寂寞的 是孤独的 双感的 就这两者之间很容易转换 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这个画梦露里边 充满了一种哀伤寂寞 方良 是吧 那么年轻 但是有这些东西 也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这个二十岁上下 这样的年轻的读者 会喜欢何其方 画梦露 它是用诗歌的书法来写散文 比较接近于散文诗 那么读画梦露 我们不要采取一般文章分析的办法 是吧 那个段落 大一 结构等等 最好采用什么呢 读诗的办法 分析诗歌的办法 就是说 要注重感受它的氛围 体验它的那种整体的那种气氛 这种气氛 这种氛围 主要是用意象群来营造的 也就是意境 所以我们应该注重 阅读中那种感觉 那种想象 那种体验 先不要着急去进行分析 那么画梦露的意象 这个它是多篇文章 我们看了一下 大致是分为两大类 它意象一定要分类的话 一类是叫时间性的意象 一类是空间性的意象 那么时间性的意象 写的最多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像黄昏 秋 黑夜等等 大家体会一下 这些意象都是比较内敛的 第二类是空间意象 写的比较多的是什么 古宅 这古老的房屋 房灾 大宴 墓 墓地 这些意象是很寂寞的 很优历的 所以整个画梦露不是那种阳光的作品 不是那种张扬的伸展的那种风格 而是一种内敛的 一种往里面疏梭的 回到内心深处 那么画梦露里面出现最多的词语 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 比如说孤独 忧郁 沉默 荒凉 另外读起来 画梦露 读起来 有一种梦幻一般的感觉 就是迷迷离离的 多少有点像读 晚唐的诗歌 大家知道晚唐像李桑云 李鹤 他的诗歌都是带有一种梦幻感 给人一种寂寞 无常的一种体验 那么在何其方这里好像都有 这何其方的散文除了上面说的 还有就是有一种象征性 好像他写那些意象 写那些情景 表达那些感觉 最后要出离出某些意念 要出离出来 像其中一篇叫穆 穆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是一个青年 他爱慕了 爱慕一个少女 叫林林 这个少女是妖王了 很年轻的死了 他死了以后 这个青年总觉得 和这个林林的灵魂 还能够在一块来攀谈 来聊天 尽管生者对死者 那种爱慕 他是稀缓的 但是又给人感觉 就是又很实在 所以可以看到他眼中 那种幸福的光 满足的光 那个青年和那种死者的 死期那个少女的对谈 其实就是作家 刺激和刺激内心的对谈 他设计成我和死期的少女 进行对话 实际上是刺激和刺激对话 包括谈些什么呢 像生命 死亡 爱情 幸福之类 这里边有一种伤感的意味 所以这个木 是带有一种象征性 你写的好像是一个青年和 一个少女死期的一种对话 实际上要出离出一种 对人生的一种思考 一种洗拿上的东西 像另外一篇像 《静静的日午》 这下午 《静静的日午》 里边的一个女孩 陪伴一个老太太 在寂寞的乡下 是吧 在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老太太 唯一的孩子 从眼方归来 是吧 所以老太太呢 就不断地 给这个女孩 讲述她 过去的生活 包括童年的生活 就像蝴蝶花一样的 数着蝴蝶花一样的 那个童年的生活 这个老太太 不断地这样发问 我叫驾我的马车 到车站去 早已经去了吗 我叫我的马车 到车站里面去接人 这是反复出现的一句话 这是在从青年人的身上 来寻找什么 失气了的过去 自己失气了的东西 失气了的东西 所以其中写等待 那个老太太等待 等待眼方的孩子 其实带有象征的意味 就是等待奇迹 等待梦 在寂寞中追寻的 这个老太太呢 她是曾经年轻的 但现在虽老了 她是一个写梦者 所以这样的作品 非常的抒情 实际上 她又有一个相对 能够处理出来的 形而上的一个思考 何西方自己说过 她说 我是芦苇 不知是一阵何等奇异的风 鼓动着我 竟发出了声音 风过去了 我便沉默 我不愿意我成为一个笛子 或一只喇叭 她都不愿意变笛子 不愿意喇叭 就是说我文学创作 不应该是为他人而存在的 我这个就是一个芦苇 风一吹来 我就发出声音 所以这个内心是非常内敛的一种感觉 这种幻梦感 在何西方的文章里面经常出现 所以她文章显得迷离 也显得很艳丽 她喜欢用一些形容词 很浓郁 何西方创造的意向 主要是通过词 用词词造 那种质感来表现 她用一个词 形容词的时候注重那种质感 譬如说她写月光 这月亮 银色的月光 你们注意 银色带一种质感 木石 写那个木地里面那个石头 白色的木 木石 香气 你闻到一股香气 金黄色的香气 都是有质感的 会引发联想 香气怎么可能有颜色呢 但她这样写 大家都能够接受 觉得很新鲜 甚至把自己 某些很细微的 很潜在的一种感觉 给调动起来了 是吧 通感 又比如说 她写 她有这样的词记 花香或绿荫 植成的春叶 花香 绿荫 春叶 红熟的葡萄色 第一次密吻 第一次接吻 是红熟的葡萄色的接吻 你们能够想象 这种初吻 是葡萄色的吗 两件本来是不沾边的事 在何清方这里 联系 融洽在一起 可以调动 叶都的通感 调动那种 鉴赏的那种 想象力 所以三十年代 著名的批评家 刘锡卫 也就是上次 我们讲过的 李建吾 他在举华集 很著名的一个集子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这个集子是 印象派的批评 写得非常好的 我建议大家 有机会都可以读读 举华集 里边呢 他是这样来评论 何其方 话梦露的 我把它专门 念给大家听听 这个比较长的一段文字 但是你们可以看出 一个批评家 怎么把刺激 叶多的感觉 那种印象 调动起来 他就指何其方 他把若干情景 揉在一起 仿佛万盏明灯 焦香灰影 他的文章里面 非常的丰富的那种色彩 又像何曲 群溜慧筑 荡漾回帆 又像西越华山 风蓝蝶起 但见神网 不觉险 何其方的文章 不是显近的文章 但是经常有一些起伏 节奏 他用一切来装潢 言而一纸一金 无不带有他情感的图记 这恰是一块佛雕 光影云亭 凹凸得宜 由他的智慧安排成功的 一种特殊的境界 所以何其方的文字 是比较雕琢 用这个词 不一定是贬义词 就很注意经营了 他的色彩 线条都很讲究的 就是要锤炼 他可以想象 他写文章是经过反复去琢磨 写散文就好像写唐人捷迹 那样要一琢磨 何其方也述到了 法国的波德莱尔 威尔伦 他的影响 特别讲求什么呢 象征 暗示 还有允议 何其方是很注重技巧的 是一个非常注重技巧的作家 他技巧做得好 也是很美的 所以一般的年轻的读者 一般喜欢读 有技巧的文章 喜欢怎么修持 年轻文章 何其方是属于年轻人的 他的作品是唯美的 浓艳的 但有时候呢 你会觉得太精致了 太浓的 画不开了 本来这些话是形容习字模的 那么何其方也有类似的地方 他的散文呢 气质 就是诗 读何其方的文章呢 常常会沉入多情的梦想 所以如果我们岁数稍微大一点 读何其方呢 就觉得太华丽了 太追求形式了 但是人的审美呢 是有阶段性的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呢 这个比较年轻的时候 可能是比较喜欢华美的文章 不一定喜欢那个像诸作人 像鲁信那样的文章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何其方啊 他的唯美 他的农历 他的感伤 他的寂寞 都是青春文章的 常有的要素 青春文章就要这样 华美 寂寞 感伤 美丽啊 这个青春文章 当然也有它的好处啊 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 刘西卫先生 这个评论家所说的 他说的 他这样来评论啊 我所不能原谅以四十岁的人的 我却同情以年轻人 就是说他意思 你四十岁了 再看何其方 就这个不对劲了 是吧 不能原谅了 但是年轻人看 非常好 人人全要赶伤一次 好像出天花 来得越早 戏得越快 也越方便 感伤 就好像出天花 它有个阶段性 一般来说 年轻人容易感伤 要经过这个阶段 这些年轻人 把宇宙看得那样小 人事经历又那样少 刚成年一迈步 就觉得遗失了他 自来生命所珍贵的一切 眼前就变得一片模糊 正如何其方先生所勇 我戏自以为有一片骆驼 而今日呢 每一个年轻人都有点偏 何其方先生大口不比 自由 几人忧天 几忧 他说的意思呢 就是说年轻人容易 因为他精力比较少 容易把一些小的事 这个放大了 是吧 能够 所以就感伤 所以 这个容易失落感 所以这个何其方 是属于年轻人的 你呢 感谢主 再看 제�优优在 一样 需要 如果